提起韩国的偶像团体 女团少女时代始终是舞台绕不过的封碑 她们在男团当道的年代 让人们看到女团也可以充满无数可能 其中作为少女时代的门面担当林允儿 更是不少后辈女团们的人生目标 12岁时她就进入韩国SM公司做练习生 并在2007年以少女时代女团成员身份出道 不仅在舞台上耀眼夺目 在影视领域里也是不少受到导演和制作方的认可 近日第42届青龙电影颁奖礼在首尔落下帷幕 虽然颁奖典礼现场非常寒冷 但红毯上的女星们依旧美丽动人 林允儿、金雪炫、战袖金、金会秀、方明雅等众多明星都出席这次活动 31岁的林允儿身穿漏肩白色礼服 勾勒出鲜瘦的身材 她的锁骨尤为抢劲 整个人优雅大方 又有着林家女孩的清心 依旧保持着少女的仪态和气质 让不少网友们直呼 这是仙女下凡领奖了吗 在此次青龙奖中 林允儿凭借电影《奇迹》提名影后 在这部电影中 林允儿饰演一位青春少女 她一心想在自己的偏僻村庄里 可以建成火车站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 她做了很多的努力 甚至给总统写信 最终实现了这个奇迹般的愿望 这也是她继极限逃生后 这已经是她第二次入围青龙电影女主角的提名 竞争依然非常激烈 和她一起角逐影后的 有金会秀、金钟睿、文素利 都是人气很高的演员 最终文素利凭借三姐妹斩获影后 很遗憾林允儿与影后失之交臂 最终获得韩国第42届青龙电影人气奖 从爱豆转型成为演员 这其中付出的努力都有目共睹 她曾说过 相同的我在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之后 现在是要给大家展现不同的样子 虽然这次与影后无缘 但每次提名都证明 她确实在认真的做好一个演员 期待她能有更好的作品 目前她和李忠硕在合作拍摄Big Mouse 最近也传出两人拍戏的路透图 李忠硕虽然因兵役问题经历两年的空白期 但回归之后仍然颜值在线 人气依旧十分高涨 身着学士服的她身形健硕 气质出尘 虽然没有任何形体动作 仍然让人感到男神发满满 林允儿当天则穿着白色衬衣 披了一件粉色小披肩 长发梳成三七波浪卷 优雅大气的同时 又多了一点俏皮可爱的风格 据了解这部影片中 林允儿和李忠硕将会扮演一对夫妻 李忠硕的职业是一名三流律师 朴昌浩 但因为办事不老 嘴巴还有点大 总是说出一些不着调的话 所以在业内的口碑不佳 收入也一般 或许就是因为她的风评不好 直接被人诬陷 锒铛入狱 林允儿在剧中扮演的 虽是李忠硕的妻子 但她也有自己的独立主线 她是一个长相美艳 气质出众 处事十分干练的护士 作为妻子的她 甚至李忠硕是一个怎样的人 所以便开始寻找证据 寻找一切线索 要还给丈夫一个清白 说起来 Big Mouse虽然是李忠硕和林允儿搭档的 首部影视剧 不过在此之前 两人也曾有不少铜框亮相的机会 早前某颁奖典礼上 就能看到李允儿担任颁奖嘉宾 上台给李忠硕颁奖的画面 当时看到李忠硕打着领结 穿着黑色西装 李允儿穿着一条白色礼服 当时就有粉丝表示 希望他们俩能合作拍戏 此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 在某晚会后台 李忠硕对林允儿上演摸头杀 林允儿转身冲她甜笑这一画面 呈现出来的视觉冲击可不是一般的大 这完全就像是在看偶像剧一般 据悉 如今这部新剧还未定档 预计将于2022年播出 接下来有韩梅爆料 她将与大事演员金轩虎 合作出演电影两点钟的约会 据了解这部电影 是一部充满童话感的喜剧爱情故事 两位主人公分别是住在一栋楼的年轻人 因为经常乘坐楼梯 所以常常相遇打照面 就这样成为还算眼熟的邻居 随着相处 两人感情迅速增加 就此展开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 两点钟的约会 还邀请到了极限逃生的导演李尚根 亲自指导拍摄 虽然之前金轩虎因陷入私生活风波 这部电影也曾传出幻觉的消息 不过随着舆论的反转 金轩虎的演艺工作也在慢慢恢复 而且这部作品预计拍摄时间将会在2022年的3月份 所以具体情况尚未明了 如果没有意外 两人的合作的概率还是很高的 一个是国民级女演员 另外一个则是人气男性 可想而知 这部影片算得上是真正的爆款剧设定 所以大家还是耐心期待一下吧 你们期待李允儿和金轩虎的合作吗 欢迎留言哦